Namodasa Bhagavadu Arahadu Dhamma Sambuddhasa Namodasa Bhagavadu Arahadu Dhamma Sambuddhasa Namodasa Bhagavadu Arahadu Dhamma Sambuddhasa 我们也先讲一个故事了 这个是法基金的故事 这个关于一个出国圣者 居士出国圣者的故事 我们先念那个佛陀对他讲的 跟他讲的那个Dhammapada 那个法基金 它是在二品 Bababagata 第九 Bababagata是第122 Mohamanyatapamhyasa Lamandangagamishat 它的中文翻译大概是这样的 不要轻视善心 以为他不会带来给我果报 他的翻译有两个 有一个翻译是这个 他不会带来给我果报 就像水地能住满水平 智者一点一地地 累积至福德满盈 福德满人 有一次佛陀应社会城的人民 很多社会城的人民 他们组织一起 有一些不是全部 但是有一群社会城的人民组织 然后邀请佛陀跟圣团来接受供养 然后供养完 用完餐过后佛陀 佛陀不是会给那个水洗的那个开示吗 然后佛陀就讲 如果有一个人 他自己做布施 但是他没有叫别人做布施 那么在未来很多事 他这么轮回轮回的时候 他会得到Boga Sampadha Boga Sampadha 会得到Boga Sampadha Sampadha就是好像祝福或者成就 Boga就是财富 所以他会有 The blessing of wealth 就是他会有财富 但是他不会有Variwara Sampadha Variwara就是水崇 因为他没有叫人家做布施 他只是自己布施 自己布施 自己会得到财富 然后以后很多事这样轮回 轮回 Nibadak Nibadak 那轮回内他会 很多事他会有财富 但是他没有水崇 然后有一些人 自己没有做布施 但是他会叫别人做布施 那么对这样的人 他在未来轮回 很多事 他都会得到 他自己也没有财富 也没有水崇 然后他就会变成那种 吃人家圣饭的人 就是乞丐 像乞丐这样子 然后第四种人 他自己有做布施 也有叫别人做布施 那么对这样的人 他在未来轮回很多事 他会得到财富 然后他也有水崇 有两种Sampadha 两种祝福也好 祝福或者成就 两种祝福 财富的祝福和水崇的祝福 当佛多这么讲的时候 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听了 过后他就想说 哦 这个做法就是第四种 第四种的做法是很神奇 所以他只要自己做布施 又叫人家布施 以后就有两种 得到两种祝福 自己有财富 也有水崇 所以他就想说 我要做这样 有两种祝福 可以带来两种祝福的善业 所以在佛陀 起身要走的时候 他就去邀请佛陀 说佛陀请 你跟圣团明天 要接受我们供养 然后佛陀就问说 你要多少个比秀 然后他讲叫全部 全部 OK 佛陀就同意 然后他就 这个有智慧的人呢 他就回村子 他是住在一个村子的 不是在那个城市 然后回到村子的时候呢 他就 就去跟整个全村人宣布说 明天呢 他要 他已经邀请了佛陀 跟圣团来接受供养 所以明天我们 我们就 大家集合 然后我们做供养 所以你看你能够 自己能够 出多少的 米啊 油啊 什么什么 那么你就 你就出多少 然后我们就集合 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 一起煮 然后一起做供养 所以他就 他就安排了嘛 所以他也 他自己也有去一间家 一间家这样去 收集那个食物嘛 收集了要在一起 一起煮 然后就来到了一家店 那个店主呢 店主呢 就看到他来 来收集食物的时候 他一家 这个人呢 我们不要讲 这个时候 后来变成圣者 那个时候 他还不是圣者 那个时候 还不是圣者 那个时候 他生气 他讲 这个人啊 他自己 能够供养多少个 比丘 他自己去邀请 几个就好了嘛 为什么 他邀请那么多 然后叫大家都 一起来供养 他这样想 他没有讲 他这样想 他就生气嘛 这个人来的时候呢 OK 拿密 他就用三只手指 这样子 拿一点点 兜 这个兜 什么兜 什么兜 也是这样 那每一个都这样 拿一点 一点 一点 用三只手指 所以后来呢 人家就给他一个外号 叫做 猫足 猫脚 他的 也像 像猫脚嘛 这么人 拿一点点 那到后来 他成圣者 我们不要取消他 然后他给 油啊 糖啊 什么 他也是这样 那么一点 油啊 这样倒 一滴一滴的倒 滴几滴 OK 这个滴几滴 这样子 但是那个八起人呢 他们 他们没有生气 他供养这么少 那就特别的 收在一边 因为很少嘛 很少 他就特别收在一边 然后其他人呢 他就收 堆在一起 然后这个店主看到 我供养的 他特别 放在另外一边 其他人的供养 就堆在一起 那他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他 他就派他的 一个手下去 你看他 他在煮的时候 你看他在做什么 在他手下去 然后 当他们煮的时候呢 比如讲说煮饭 煮大锅饭 其他的米 就放下去 然后在这边 选起粒 放进去 然后煮什么 什么东西 然后就说 要放油 别人放 看他这边 滴几滴下去 这样子 然后所以 他这样 然后他想 他这样煮这个 他这样煮了 他就想说 煮这个 这个财主 因为那个店主是 一个富翁 一个财主 说煮这个财主 会得到大寡报 所以那个下人 就回去 跟那个店主讲 就是那个猫脚讲 说他这样讲 然后他讲 哦 他这样讲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他会不会说 明天的时候 就在大宗那边 就讲述我 我只供养 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 来羞辱我 如果他这样 我就杀死他 所以隔天 他们不是 煮了就在一个食堂 在一个食堂里面 做供养 伯托 真的拿着他们 做供养 然后他去的时候 就带了一只刀 然后一只匕首 如果他在大宗里面 讲我的名字 讲我的坏话 我就杀死他 但是后来 他真的出国 真的出国之间 也可以这么凶 所以我的凶也是情有可言 然后我没有那么凶 我都没有想到杀人 我只是骂人 然后这个 那个发起人 做供养过后 就跟佛陀讲说 其实我们这些供养 是我们整个村子的人 按照自己的能力 出资 出那个食物 然后我们一起 做主了来做供养的 所以愿我们大家呢 全部人呢 都能够得到大果报 然后那个猫角 那个店主呢 他就听到 他叫那个发起人 这么一样讲 他没有讲我的 没有讲我的坏话 反而祝福我们大家 包括我呢 都能够得到大果报 他讲 哇 这个人呢 人心这么好啊 我还想他去杀他 所以如果我没有 跟他道歉的话 我就会糟糕 所以他就去 负下来 就跟他道歉 然后那个发起人 讲说 什么事 然后他说 你来挂拿食物的时候 我这么想 然后呢 你这样分配的时候呢 我又这样想 然后呢 我就想 从头讲到尾 我本来想要杀你 但是你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他 然后佛陀听到 看到他们这么做 然后就问说 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 那个发起人 就跟佛陀讲 什么事 然后佛陀就问 那个猫角 他讲的是不是 是不是对的 是 是的 他慢慢的 然后佛陀就讲说 哦 你 哦 佛陀讲说 你不要想说 这个只是 这个要供养这么一点点 给 佛陀跟 像他这样的佛陀和神团 这样的供养 这个只是一点点 那不会 那不会带来什么 什么果报这样子 没什么三宝 然后至此 他们 造善业 然后他们造善业 就好像那个 那个什么 罐哦 开着的罐 就是没有 盖着的罐 就是外面下雨的时候 就放在外面 然后 然后 那个罐放在外面 一滴 不是一滴一滴 没吗 然后一滴一滴一滴 但是那个罐 你这样开着的 那一滴一滴一滴 一滴滴它就会满了 然后佛陀这样讲 讲过后 佛陀就讲那个祭祀 其实开始讲的那个 然后佛陀这样开始过后 那个猫脚 真的出国 真的出国 极好 因为佛陀实在这样 就真的出国了 我讲这个故事呢 主要的目的是说 我们 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 修行的话 看得对的话呢 我们会 开心 就是我们 虽然我们 虽然我们修行 没有像 有些人 哦 一下子就修上去 三几个月 休息完课程 那我们可能 但是我们慢慢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这样累积呢 有一天也会满起来 有一天我们可能 也可以 真的 圣道过 因为我们修行啦 你看如果我们是那种 修了很快 就可以修完 然后 可以真的圣道过的 我们已经 如果修那么多年 是能够那么快的 我们早已经修 很快就修完 你早就 可能真的圣道过了 但是如果我们 不是那种快的人 那么我们 我们要想怎样 让我们能够 一直开心的 修行下去 除非我们不要解脱 要解脱 我们一定要 继续能够 开心的 修行下去 那么其中一个 让我们能够 开心修行下去的是 我们觉得 我们修行有 有成就 那有成就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修行没有成就 一直失败 那个心情就不好 士气就会低落 所以我们 要有一种方式 看来 我们会觉得 我们有成就 会开心 先讲另外一个 之前我有跟你们讲过 你看 人 不管是我们领导 不是啊 我们引导别人 或者我们引导自己 他都有一种 同样的原理 你看 你看如果我们要 引导别人来修法 那么你要 让他知道 他需要法 一个就是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 我们当然我们 分享法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人家明白 人家需要法 我们大家都需要法 但是如果我们只 只明白说 我需要法 但是我们没有 生起那个心 我想要 修法 那么他只知道 说我需要法 但是没有 那个心 我想要修法 那么 那个修行的动力 是不够了 就好像说 你看很多 像小孩子 他们也明白 然后老师讲 父母讲说 你要读书 那你读好书的话 你未来长大 你比较可能 找到一份 比较好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自己 养活自己 可以势力更深 但是不是 所有的孩子 都真的想要读书 当然有一些 他不要读书 也要读 为什么被逼嘛 但是真的 自己想要读书的 我不懂有多少 我们的时代是很少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 读书好 但是 我们的 以前我们的乡下 是没有读书气氛 读书的是很少的 很厉害的 所以你看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 读书是一回事 但是有没有心 想要读书 是另外一回事 那同样的 你看我们也明白 我们需要法 但是 你看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 如果要解脱 这个轮回的痛苦 我们必须要 修戒定慧 但是 绝大多数人 都是停留在做布施的 停留在做布施 这是 哪里都是这样子 布施是最容易 然后可能 再好一点 就直接 再好一点 你可能会 听开示 然后再听了开示 还会打坐的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不管说是引导别人 还是引导自己 你看我们 比如说我们引导自己 说我们 我们需要禅修 然后我们要引导到自己 说我们想要禅修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禅修 那你只要有一个足够强的原因 让你很想要禅修 就够 但是如果足够强的一个没有 那么你就多几个 可能配合起来也够 比如讲说 你看在佛陀时代 有一些 就有一些 他们是 很强 他们觉得很苦 他们想要解脱 就是想要解脱 就好像说那个 那个 三大地大臣的故事 他的国王送给他 那个太太 跳舞的 那个母女 送给他太太 这个女人 在过去是很多事 都是他的太太 然后那个 这个太太为了要跳舞 跳得很好 给他 他很轻盈 跳得很轻盈 给他看 所以他就 七天没有吃饭 七天 然后那天 跳舞给他看的时候 跳跳跳 就摔下去死了 然后因为他们的姻缘 很多事都是夫妻 所以这个 这个太太死的时候 他冲击力就变得很大 然后他就很苦了 他太太死的 他就很苦了 然后他就想说 谁能够帮我解决这个苦呢 对 他就跑去见佛陀 然后佛陀就跟他说法 过后他一下子就成道罗汉 这是其中一个 真的想要 因为苦啊 很苦啊 想要灭苦啊 这个是 那他是够强 够强了也可以 但是我们平时没有那么苦啊 我们住的地方也好 可以吃补飞 然后去海边 可以去海边 然后坐飞机 有的坐飞机 那么这样子 看病也有人在 什么这样子 你要保健 什么保健的也有 什么这样子 这没有那么多苦 所以看人呢 你需要什么 需要 有什么让你能够心想要 你有那个好要心想要学的 然后班地马格拉 他有 他有一个 就是他很 喜欢训练自己 就是喜欢学习 喜欢训练自己 然后他这样的想法 他不是说 我要训练一丝 他是要 一丝一丝的训练自己 所以他很喜欢训练自己 那么当然训练自己 就跟另外一个东西都配了 就是改自己 所以我们训练自己 是往好方面训练吗 然后往医生方面训练 那么往提升方面 就是改自己 往好的方面改 所以训练自己 跟改自己 是两个是配在一起的 班地马格拉 他很喜欢训练自己 所以他有这个性格 就是喜欢训练 你看我们呢 比如讲说 有一些东西 它是 只是某个方面的 比如讲说 我们 喜欢 学习 教理 我们 喜欢学习教理 那是一个 然后 喜欢禅修 是另外一个 然后 有些人喜欢 学习教理 他不喜欢禅修 有一些人喜欢禅修 不喜欢学习教理 然后有一些人 喜欢禅修 但是不喜欢帮人 然后 然后有一些人 喜欢帮人 但是自己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修行 我是说呢 有一些东西呢 它是某方面的 但是训练自己 是可以配在全部的 明白吗 你也训练 配跟学习教理 训练 配跟那个 谈修 训练 配跟帮助别人 训练 总之你这个训练 就可以 配跟所有的 那个我们 的学法的 各个层面 都可以配 所以这个训练 有这个性格 想要学习 或者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你看那佛陀的儿子 佛陀的儿子 Law Law 孙子 他什么第一 他是 Sika Kama Sika Kama 第一 Sika 就是训练 Kama 是想要 所以就是好学 他是好学第一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他就 他就会说 每天他拿起 一把的沙 然后他就想说 焉我今天能够 得到的Ovada 得到的教诫 像沙那么多 那很多 很多 不是量 是数量 数量 一粒沙 一个Ovada 那很多 所以他是好学第一 所以如果我们 有一点点 Law Law 孙子 的一点点好学 如果我们 有Bandi Manga 一点点好学 那就不得了 你没有看Bandi Manga 他的经历 好像用不完的 他修了那么久 他一直 就一直充满热忱 充满热忱 我们有时候会冷 Bandi Manga 会冷 他就充满热忱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 那个应该很早期的时候 Bandi Manga 有讲过 他自己这个 他喜欢训练 所以他就很喜欢磨练 所以他就会做那种 他做比较难 难度比较高 他还是磨练 他喜欢磨练 他喜欢训练 他喜欢改 所以如果我们呢 如果我们也有这个性格的话 那么我们 你看我们每天做一点的训练 我们不管禅书也好 或者读经书也好 或者改性格也好 我们就会看到 我有在训练 禅书 我有在训练 我将打错 我将训练 我将让我的心比较柔和 我放了心比较柔和的 注意目标 将是一个训练 我训练我自己 没有什么自着的注意目标 也是一个训练 然后我训练我自己 比较知足的注意目标 也是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 如果会 你会喜欢训练的话 你会看到你 你每天你有 你有做了一些训练 然后每一项训练你都有 是一个成就 因为我们 如果说 你的心是想说 我做训练的 做训练的人 他不会说 我要一天就搞定 因为训练都是长期的 就好像说 你看我们 我们也不是说 学华语 像马来西亚我们叫华语 就是中文 学华语 不是说学了一天 我们就可以讲华语 我们乡下的人很多 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上幼稚言 很多没有上幼稚言 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很多是不会华语的 我们讲华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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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教我们的名字 我是不知道的 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老师有点名啊 然后用华语教我们的名字 我们不懂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老师这样教 然后人家提出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后面的uncle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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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ok hello 诶 诶 然后后面的uncle 看到我们的名字 诶 诶 诶 你举手 哦 举手 然后举手的 我们又傻傻 又不会放下来 诶 诶 hello hello ok hello 然后我们举手 跟放下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是因为后面的uncle uncle教我们 我们去走 放下放下 其实不知道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到我们 后来我们会讲华语 不是说 说一天 学了一天就会讲 就是慢慢 慢慢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我们就会讲得比较多 不知不觉 我们就 就会讲 所以训练也是这样子 训练的 它是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就像刚才讲的 那个gata 那个法基金 一点一点的累积 慢慢慢慢 那天满起来了 所以我们训练也是这样子 我们 语言 我们也可以叫 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训练 慢慢 那我们就可以用 一般人 这样用华语来沟通 那修行也是这样 慢慢一点一点 慢慢一点一点 所以你慢慢一点一点 这样训练了 有一天 不知不觉的 你打错就变得轻松了 不知不觉 你打错又没有什么自作了 不知不觉 你打错就觉得很满足了 不知不觉 所以如果我们将慢慢的训练 那么它就会这样子 但是 但是你不需要等到说 修行很好了 你才觉得你有进步 因为如果你是 你的心是想 我要训练的 那你每天有训练 你觉得 啊 我有训练 因为训练本身 就是一个成就 我每天有训练 我一样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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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喜欢训练的 你每天 就觉得说 我有训练 我有训练 我就有成就 就好像说 你看那个 有些人喜欢去做 做慈善 那比如讲说 那个 有些人 像比如讲说 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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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会跟他们 做慈善 就是做回收 然后有些人呢 他们就觉得 哦这样回收 会帮到人吗 不管是环境也好 环境会比较干净 然后回收的东西 变成一些钱 变成钱 就可以去帮人 所以去做回收 然后做回收 其实天天都是回收 但是他觉得 我有奉献啊 我这样做回收 我有奉献啊 所以就做得开心 天天起来 就是回收 但是我们觉得 他就觉得有奉献 他的确也是啊 你看 然后他们 这样做的时候 他奉献的时候 他没有 多数人都是不会想说 我奉献了 我要得到什么 然后你是无私的奉献的时候 你做的时候 会帮到人就好了 然后你觉得 这样帮到人就好了 然后 当然这样做了 就有善业 没有想说 我帮了人家 人家要怎样 对待我好啊 怎么这样子 要称赞我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人家做这个 这样做回收的 他没有要求 回报啊 他做得开心 所以禅修也一样了 如果我们禅修的时候 如果我们禅修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样修行 我做到训练 我有对法 有恭敬 我这样训练的时候 是对三宝有恭敬心 然后我这样做 像训练的时候 也是一种感人三宝的 那个方式 然后 比如讲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说 我们这样做训练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点点的奉献 然后就是说 刀场 在刀场里面 每个人有禅修的话 就有一点点的贡献 所以你看 一个人在家禅修 是比较难的 在刀场里面 有很多人 比较多人禅修 就一起禅修 所以有一点 要有那个禅修的气氛 所以每一个人禅修都有贡献 不过你只想看 如果说我们这个试验里面 男中只有一个而已 反对叔叔在打坐 女中那边也只有一个 谁打坐 男中只有一个打坐 女中那边也只有一个打坐 那他什么气氛呢 而且我们的贡献 不一定说要修行得很好 才有贡献的 你看我以前 我修得很辛苦的时候 以前我修得很辛苦的时候 真正对我比较 我觉得比较靠近的动力 就是那个修行不好的 但是他们又修得 修行不好 但是也修得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自己修得不好 修得辛苦的时候 人家修得好 我们傻逗傻逗 但是我们觉得有一点 离我们比较选一点 明白吗 我们傻逗傻逗 但是写得很远 但是有一些修得不好 有一些大张老修不好 但是他修不好不是几个 只是他没有 为什么不能入传我就不知道 有一个修了 帕奥的修了三十年 他总共修了大概五十年 修了五十年 以前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在帕奥修了大概 近年有十年了吧 但是他一旦没有来帕奥修 他修了其他派系大概二十年 他现在五十多个鞋了 去年的时候我见到他 他现在还没有住产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 你 以前我看到你打坐 你天天这么开心 对我有关注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他他天天 打坐了他就发现他要去赌西打了 去赌西打 来世了去 我去年见到他的时候 他也是天天开心的 然后他跟我讲 他一天打坐八个小时 天天打坐八个小时 下午 下午那一座他坐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应该是吧 四个小时 不然是四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半 总是最少四个小时 如果我们引导别人也好 引导自己也好 就是你看我们要 第一我们要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 二是我们想要 比如说我们想要 我们需要禅修 我们需要学法 然后我们想要禅修 想要学法 那么为什么会想要禅修 为什么想要学法 因为你觉得值得啊 你觉得值得啊 如果不值得 你为什么要修行呢 为什么要学呢 就好像说你看人家做回收啊 你在做回收还是有点肮脏了 所以你要去捡 你要去那个垃圾桶啊那边啊 这样去捡东西啊 但是你觉得值得啊 那你觉得值得我这样做了 会对环境好 然后回收的钱 也可以去做一些慈善 所以你觉得值得 的话那就 那就可以做了 虽然会 所有东西有一点肮脏 但是你还 做得开心啊 非觉得值得 所以我们 学法禅修啊 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禅修呢 为什么要想要学法 因为我们觉得值得 这样算 你们会做供养 你们一定是觉得值得嘛 不觉得值得 你们为什么要花钱去供养呢 你用一千块你去做供养 一千块买食物来供养 过后你会发达 发达没有那么快的 你要马上发达 要有 要有从灭金定出来的 没有从灭金定出来的 但是你的钱会变得少啊 但是你觉得值得 我有供养啊 教育上有一些东西 我一直记得 我随时受戒的 那时候 我有供养榴莲啊 在学校完了 我就把钱交给他的老爸他们 他们就帮我供养了 但是他们都供养更多了 因为我只给了七百块 但是他们拿了很多 我看最少几千块啊 几千块的榴莲 值得嘛 如果我们能够训练那个性格 然后说我们喜欢训练 我们喜欢训练 那么入禅不入禅 入禅不入禅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你现在你每一天做训练 留一些的值得 我有训练啊 我有培育这个性格 我喜欢训练啊 我喜欢禅修 我训练 让心更加逐合的禅修 让心更加十足的禅修 让心更加不自主的禅修 让心更加宁静的禅修 让心更有平常心的来禅修 你可以做训练啊 很多训练啊 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时候 我们修禅修的时候 我们修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说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来培育定 你看加纳是加纳 你讲上加纳 禅纳是 你讲禅纳的数值 别讲说禅纳有清安 禅纳有清安 然后禅纳有清快 柔软 这些 然后禅纳有无贪 无辰 无失 禅纳有那个宗舍 就是平常心 像平常心这样 所以我们 即使是我们还没有助禅 但是我们可以培育禅定的数值 我们培育每天 培育禅定的数值 我们禅修的时候比较清安 清安就是跟不安相反 主要你的心没有什么 你的心没有烦恼 你很安心 很安心你就有清安 其中一个如果你老了 你可以这样可以训练 你老了你这样训练 你想说我要死在禅修里面 然后你希望你死在禅修里面 所以你想说哦我这样修修修修到死 所以你想说哦我就活在那个禅修里面 那然后这样子就要死 所以你想说哦 你想如果我现在死的话我怎么做 如果我现在要死的话我要怎么做 那你就用这个心态哦 就说哦我就在 哦我就在 住在禅修里面 禅修业处里面 这样死 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安心 我在禅修里面死 对 安心 当然你现在还没有死 但是我说 你借用那样的心态 然后你就可以明白 我这样就安心 如果你要死 你还要求什么 能够安住在禅修业处里面 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们培育丁 我们可以从 另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们培育定的数值 那么每天我们就 我们这样训练 我们训练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好学 训练 训练是可以应用在 所有的训练 你训练清安 你训练心心快 你训练心柔软 你训练心无贪 你训练心无称 无贪就是心没有贪着 没有捉取 你训练的心禅修的时候 对目标里面有捉取 然后无称你训练心没有排斥 那第一目标没有排斥 那没有作息 没有排斥 那你训练有真念 你的心会清明 真念心清明 所以我们这样训练呢 你看我们可以训练这个数值 定的数值 然后我们入禅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 但是这个定的数值 我们训练 每一天都有 每一次这样都有 然后这些数值 我们这样训练的时候 也有三页 就是波罗蜜 那我们有波罗蜜 然后如果你有训练那个性格 那个性格的时候 喜欢训练 那你这个训练是 配配的全部 然后为什么讲 特别讲出这个 喜欢训练这个 因为那个喜欢训练的 如果你训练的好 可能你有一点点 巴蒂玛丽的样子 就是很 这个精力用不完 就是很喜欢训练 当然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会做最坏的打算 说如果我们这一次 不能够开悟的话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一定要轮回 而且我们未来 轮回也不同 就我们没有开悟 未来轮回还是凡夫 以凡夫的身份轮回 那这样的话 我们更加需要法 如果是圣者的话 他还讲说放异的话 也不要紧 为什么 放异的话 他最多趋势 他就成高罗汉 但是如果是凡夫 你没有 没有那个圣道果保证的话 我们就更需要法 以免未来不小心 掉度二道 所以如果掉度二道 我们可能就错失 遇到弥勒佛的之后 所以其中一个 你看如果你有那个心 你看你想训练 配跟那个改信自己 如果你有那个 就各两个训练跟改信自己 来配个那个法 你想在法上训练 改信自己 那么如果你这个变成了你的性格 那么你未来就会有比较好的保障 如果是没有圣道果的话 当然是至少有一点 比较好的保障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训练的 那么你就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 这样你在每天这样训练 因为我们这个训练本身是可以应用在所有的 所以不管你是训练轻安也好 训练轻快也好 训练柔软也好 训练无贪无撑也好 什么 你训练什么 训练不思戒什么也好 训练慈悲喜舍也好 全部都是在训练 那么如果我们有训练 培育这个性格喜欢训练 就是好学 然后训练自己 好学像罗罗尊者 喜欢好学 好学和喜欢改自己 那么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每天有成就 心情就比较好 因为我有做到我想要做的训练 我有每天有成就 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个修行会比较开心 就比较 因为我们觉得有成就 我们就比较厌厌厌修行 就不会像说 我以前这样 以前我就想说 有入禅成功 没有入禅失败 然后我就一直失败 失败了十多年 那些失败那里没有 那里会开心 只是说我们理论上 我们明白说 不禅修是不能解脱的 所以 所以 到最后还需要 跑回来 然后禅修 但是不是说 内心里面没有那种说 都是很想要禅修 很想要禅修 禅修很值得 就是你用另外一种 你的心 看事情的角度 转一转 然后你 你用 那个 你看到你现在 每一天都有 做到你应该的训练 应该做的训练 你有成就 你有成长 你有进步 你有开心 我们不用担心说 我们这样看 现在我们 每一个小成就 然后我们就会忘掉 涅槃 不会的 然后因为我们每天都发现 这些善业 最终是倒向漏镜 这些善业 倒向涅槃 所以 这个 我们当时的训练 跟我们去中目的 是没有说 矛盾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用想说 不会说 你不自作成绩 你就会忘了说 要入传 不会说你不自作成绩 你就会忘了 要涅槃 不会呢 因为我们的目的 最终还是倒向涅槃 OK 希望大家 都有 班列满达功力的 几十% 我觉得 有些10% 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有班列满达 这个想学习的 那个功力 10% 可能就够我们 真的 一两个圣道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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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